原來的 我終於要拿第一個牙套阿 我還有第一個牙套 我們已經經過了 應該是已經有兩個月的時間了 才拿到第一副牙套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是要做檢查那些 然後今天終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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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第一個牙套 今天的影片就主要是講 我的牙套是影視眉嘛 戴那種牙套是透明的 可是跟普通的傳統牙套是不一樣 所以就是今天要給大家看一下戴影視眉 不過後生活會變成怎麼樣 我們到牙醫了 我們原來是涼臉 我們現在進去 這給你 給我們給你 對 這馬來西亞的零食 可以好好享用一下 因為我們回去 你帶太多 因為工作 對 好貼心喔 對 我第一階段就適合耶 是因為牙齒掉落 對 對 中手術了 衣服囉 這個 啊 再把牙去就可以了 喔 好肥喔 很簡單嗎 啊 好幾乎啊 怪怪的 剛拿去的時候有點就受到力量的感傷 你們要去幫幫我們家要給你 就是下拿 好 再來下面一包 好 對不對 很簡單吧 簡單 這下就拿 拿下來吃嗎 我教你 要從裡面 好不習慣喔 對 拿下來 嗯 好 另外一邊 你拿 對 然後就把它拿下來 對 就這樣 因為很有天分 耶 天分就可以帶子 你如果比他多三分 他就比他多三分 壓一下 你你你才因為氣 就是沒有我有天分啦 32秒 會自分蜜口水 因為你有第一個 但之後就比較不會 後面寫吃完 現在我們吃完飯 然後接下來以後我們每次吃東西的時候 有步驟的好像不管喝飲料 不管吃東西就要拿出來 只有喝水的時候不用拿出來 我現在講話說大舌頭 完全大舌頭 現在要把牙套拿出來 因為不能直接吃 好快喔 現在吃飽了 然後現在要刷牙 吃飽了過後就要刷牙 束口然後再帶上去 如果你的食物用那個牙套這樣捆著 幾個小時的話 就很快會蛀牙 然後現在要洗一下 然後把它帶回去 不能這樣帶起來啊 這東西就是為了要鞏骨 讓牙套更便宜的牙齒 現在我們已經回到家了 是不是覺得我好像有點不一樣 就是我回家之前就去理髮店 現在弄一下我的頭髮 這個全適合我嗎 是不是看起來頭髮比較多欸 不知道是不是適合我齁 我其實真的很想要墊圈很久了 就是要再看哪一種全適合我 這個不是重點 我要來分享我的第一個牙套 剛剛我就已經脫下來了 因為我怕很多口水濕 很噁心 所以我剛剛就去已經洗好了 你們看 看我的狐牙 我一開始就會擔心說 那狐牙包不到啊 會不會也有流風啊 包得不密這樣子 結果我沒有發現喔 包得很好欸 每個牙齒都照顧得到 這樣真的來講 這種影視美 就是一種比較新的東西 很多人都是戴鋼牙來 我會蠻擔心我狐牙會包不完這樣 我現在就給你們看一下 大耳過後啊 你的狐牙真的是照顧得到 好 你們可以看一下我牙齒 哈囉狐牙 狐牙真的是包得到了 而且完全看不出是有戴牙套的人 你知道嗎 唯一可以看得出是現在 我大舌頭了 再上去的感覺就是什麼勒 你牙齒會變得緊緊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特別的感覺 第二個可以感覺到有戴牙套就是手頭喔 因為你的手頭會一直碰到 裡面的那一層 就只是這兩種感覺 因為剛戴嘛 然後還不習慣它 因為口水分泌的比較多 所以你自己講話的時候 也會一直要吐口水 我現在是處理真的會比較不習慣的樣子 你的外唇喔 就會一直會很想要去配有這個影視美這樣子 然後今天的醫生 就戴了透明牙套 就會有給我們這一整袋的東西 牙刷 就是這種方便帶出門的牙刷盒 還有這種小的牙刷 因為我們的牙齒比較亂 所以醫生是比較建議我用這種小孩子 那種小頭的牙刷 比較好刷到裡面的牙齒 還有牙膏 這種牙刷 就是方便我們帶出門 還有這個就是透明的牙套 這個是我第一套 然後這個會是我下個月用的另外一套 還有什麼呢 盒子 這是裝牙套的盒子 長這樣 因為牙真的很透明 所以就是不要忘記牙 然後也不要用issue paper包著 因為會怕自己以為是垃圾 然後就是整個丟走 所以他就會給盒子 這樣子比較明顯 然後也方便帶出門這樣 上下帶 還有一個這個就是塑膠的 一小塊的東西 這樣子咬 一直重複地咬 然後就趕快要咬5到13分鐘 一開始啊一開始我們這種還不習慣的 大家習慣了 其實也就不用用這個咬 基本上醫生給的就是這樣子 就現在就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們不要選那種傳統的牙套 而是選擇這種陰式美透明牙套 因為我們不會在一個地方固定太久 在馬來西亞中又太尷尬了 因為我們只有假期的時候才會回去 不然就是有工作的時候才回去 在台灣的話時間很長 可是又很怕弄到畢業你知道嗎 那畢業了我過後就要飛回來這樣子怎樣的 就是斟酌了很久 因為傳統牙套的話要固定時間去給醫生弄 可是影視美透明牙套啦 醫生已經寫了一整個他的計畫 就是我的牙齒 從這個時候到這個時候已經到什麼階段了 所以就不用擔心之後 醫生沒辦法看到你的牙齒狀況 醫生有跟我們講 透明牙套的話會比傳統的還要快 就是我們大概畢業後就會已經綁好 如果是傳統的話 我們好像要綁一個三年多 怕那個時間太尷尬 對於我們的時間比較flexible 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不方便的話 醫生就可以給我們下一次我們的療程了 對這種時間不夠固定的人來講 是比較方便的 可能你現在已經卡在一個時間了 像我這樣子出國讀書 可是我時間不固定 然後現在又卡在一個我快要畢業這樣子的時間 很混亂的時間 然後我才會選擇這種透明牙套飲食品 然後啊還有就是 這樣常常有那種人 就是一個很容易生奧色的 就是還可以避免到生奧色這種東西啊 然後在我一整天帶下來的感覺就是 它可以幫助我減肥 真的沒有騙你 今天我很想喝飲料的時候 飲料就是在台灣來講就是 不是白開水 就是在我很想喝飲料的時候 我就想 我要脫下來 我又要去漱口 我還要刷牙 我就不要喝了 想要吃一點小小甜的東西 我也不想啊 就真的就是 因為 很麻煩 今天就已經拒絕了很多飲料跟食物啊 真的 可能比鋼鐵的還要更容易瘦下來 而且像蔡彩隆那一種人喔 他真的是很愛吃的人 他都會講 不要 直接真的是笑到肚子痛 就除了要一直 漱口 我好像已經想不到 有什麼煩惱 因為不痛 所以你們可以糾結看看 你要綁影視美的還是要綁 那種傳統的鋼牙這樣子 你們就可以好好的參考一下 在上一個影片過後 就有很多人誤解我是 之前很強烈的不要綁 為什麼突然要綁 就很像我Block掉我的Russ 我收到了這個牙套 我很開心 我是真的是因為 這個是我看了醫生過後 我才發現 我們牙個壁已經蛀牙了 是真的自己完全感受不到了 因為看了醫生過後 我就開始用牙線 就是這種牙線 還有牙線棒 在你每一個去清了你的牙齒過後 你才會發現 哇 原來開了那麼多污垢你知道嗎 每一次清都那麼多食物開 這蛀牙真的是蛀的很有道理 你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是蛀啊 然後我是完全完全沒有辦法補 因為它真的是太死角了 因為我的苦牙 門牙的後面 就是門牙跟後面那顆牙齒的縫之間 是完全沒有辦法做補牙的動作的 所以我一定要把我的所有牙齒拉開 才有辦法補 但是如果你的手補牙的話 就是沒有什麼明顯的 如果它一直做一直做的話 就會很明顯 然後又要抽神經 門牙會變黑黑那種 我就每天越想又越擔心 大家還是好好地清一下你們的牙齒 不想綁牙的話 好好地照顧牙齒 我這次的牙套是在台灣綁的 然後我的醫生是癢醫師 我在佑銘醫院看的 然後詳細的只要 如果你們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你們可以聯絡他們 他們會告訴你們的 然後之後我會出一個影片是 這個影片真的是有點久 就是一年後 給大家看 在我治療牙齒的那段期間 戴了牙齒一年後 這整個變化 因為我真的很好奇到底那些 很像拔牙那種 就有點噁心我覺得 因為拔牙那個感覺就是 我自己看影片 我就覺得 有點噁心這樣子 可是我就很想知道這些東西 是怎麼做的 所以我就把它記錄成一個影片 那影片就到這裡啦 大家掰掰啦 都會覺得好 來喝一杯 小星期會